魂老爹,趕電玩 宣言劍都能課金 真的喔,我有課過一款 什麼宣言劍 宣言劍不知道幾代耶 真的啦,以前有一款手遊是宣言劍啦 我那款打到第二名 劍緣的時候我已經做直播啦 我是說做直播之前啦 做直播之前我玩遊戲其實就 就蠻會花錢的 而且那時候我還沒有開業當老闆 我開業當老闆 之後 大概是我開業當老闆是什麼時候啊 天堂M出來 天堂M出來之前 大概一兩年我才創業的 所以那時候我的錢不多 但是我也花了好幾百萬 就我每個月賺的錢我都 因為我也說過嘛 其實我家不窮啊 就我家其實不窮啊 就爸爸是高級公務員嘛 那我賺了多少錢就我自己花嘛 那我的年薪是有進百的 是有百的 所以 我 我的錢就自己花嘛 就打遊戲啊 就愛打遊戲啊 後來自己創業就更有錢嘛 呵呵呵 就是這樣啊 要更有錢那就自己賺自己花 所以我早期我花的錢 我老婆都不知道啊 因為我老婆不知道我賺多少錢 因為公司的錢是我在管的 我老婆有個好處啦 我老婆她很省 喔 那也不太愛亂花錢 那我花什麼錢她都不講話 真的 我老婆這個優點 就是 我比如說像我去買衣服啊 我去買包包買什麼 我不管買再貴的 不管我再怎麼亂買 我老婆一句話都不會講 真的 我買一件外套三萬塊 我老婆也是一句話都沒講 那就老公喜歡就買啊 真的啊 但是如果是我的孩子要買 他自己要買 他就會看 他就會在那邊思考 一直在那邊想想想想想 但是如果我要買呢 他從來就不會發表意見了 真的 老店是從大學就很喜歡玩電動嘛 沒有 我從國小 我從國小 醫生呢 就跟我爸說 我的視力呢 有點亂事 需要玩電動 玩電動 集中注意 聽懂嗎 集中我的注意力 所以呢 我從國小二三年級 醫生就建議我爸給我打電動 所以我從國小 我爸就買任天堂 任天堂給我打 SEGA給我打 真的 我對天發誓 如果我說謊 我出去被車床 真的啊 我的眼科醫生這樣跟我爸講的啊 然後我爸就買了SEGA 任天堂給我打電動 那那時候 其實我爸在早期算是蠻會賺錢的 因為是高級公務員嘛 我爸在調查局服務嘛 那時候在海關嘛 我不知道海關的高階調查局的薪水應該有十萬啦 應該是破十萬的啦 應該啦 我不知道他早年有沒有破啦 但後面確實是破了啦 他在我念高中以後 我知道的時候薪水都是破十萬的啦 他早年在我國小的時候他多少錢我不知道 但是 買那些電動玩具什麼的對我爸爸來說簡直就是一如反掌 所以他有買任天堂SEGA給我打 然後直到後來的PS SATURN N64 喔全部都有啦 喔全部都有 PSSATURNN64 喔全部都有 所以小時候呢我就是跟電動圍武長大的 我給一生做到好處 GAMEBO也有 GAMEBO也有 老爹的嘴信你的鬼 沒有啊我發誓欸 這個是真的欸 這個是事實啊 我跟你說啦 我其實在大學的時候 我不是念會計系嗎 那那時候我爸就有問我 因為他看我每天在打電動 其實我在大學的時候每天都在玩信長之野望 你們知道信長之野望嗎 喔 那個魔獸爭霸的 那個信長之野望 之殺到你記住我 我都用雜賀生爛玩 喔 我都用雜賀生爛玩跟那個 本多終聖 喔 在我念大學的時候 信長之野望 那個魔獸爭霸是很紅的遊戲 我每天都在玩 我每天都在玩 好我還創了一個戰隊 好叫做BEST 我們是BEST 我呢是BEST WIN WEN BEST WEN 喔 三國我沒玩 三國我沒玩 我就是玩信長 喔 然後 讀到差不多大幾 大四的時候吧 還是什麼時候 因為我開始很愛玩那個 總之不重要啦 就是 我從念大學就一直在打電動 也是一直在打電動 每天就愛打電動 有一天我爸 我爸真的是蠻吵的啦 就是 我爸打電話給我 那時候我好像大二吧 還大三 我爸就打電話給我說 那個 我看你齁 成績這麼爛也不是辦法 我覺得你好像不太喜歡念書 我認識 我這邊找到一個 可以介紹你去韓國念電動玩具的朋友 唸程式設計 遊戲的線上遊戲設計 你跟這個人談談看 我就跟那個叔叔談了一下 我爸那時候打算送我去韓國念 念那個遊戲設計軟體 我當時是想去的 那時候我真的一聽到我眼睛都亮了 真的 我爸那時候是要讓我去的 結果 啊 我跟你說啊 人生就是這樣啊 跟你講人生就是只有一條路啊 啊因為當時的女朋友哭的亂七八糟啊 我當時的女朋友哭的 哭的要死要活啊 媽的咧 我就放棄了 我真的是為了 為了女朋友哭 然後就放棄了 差點就進NC了 對啊這就人生嘛 滴卡文 滴卡文 滴卡文是殺小 我跟你講 人生就是這樣 人生就是這樣 你只要選擇對的路 走下去 哦 你就會選擇好方向 絕對也不會太差 我跟你講在我二十多歲的時候 我媽媽 身邊其實很多貴婦 我不騙你們 因為我爸爸是官嘛 我爸爸是官的情況下 就是我媽媽的朋友也都是一些 嘖 也都是有點有錢的太太 那我 大學畢業的時候 其實我呢 那時候 條件還算不錯 坦白說 我自己都認為還不錯 就 會跳舞嘛 唱歌也還行 長得 瘦瘦的帥帥的 坦白說那個時候是這樣子 哦 很多 我阿姨 都要介紹她的女友給我 我最近發誓 絕對沒唬爛 真的 還有那個有錢人家的 真的 我不唬爛 真的啦 幹你娘 都不相信我 幾百嘞 媽的 說實話你會不信 幹你娘咧 這當年的我媽 我就跟我媽說一句話 錢 我可以自己賺 愛情這個東西是買不了的 是買不了的 真的 我對天發誓 我拿我的YT發誓 我跟我媽說 我認為 感情這件事情 不是看對方的 對方的家境如何 我他媽管你什麼門當戶對啊 我就愛美女怎麼樣 我就愛美女怎麼樣 我當時就是這樣 我就要美女怎麼樣 愛江山 跟愛美人 那個時候 愛江山跟愛美人 真的啦 媽的你去取一個你不愛的 他媽的只為了錢 他媽的殺小啊 我還蠻想出國的 你不知道我在台灣玩到爛掉了 都不知道什麼好玩的 台灣的旅遊又比出國還貴 台灣的旅遊很貴欸 其實台灣旅遊真的不便宜 然後我住的飯店都是住那種破萬的 每次花費都這樣搞一搞 都絕對比出國還貴 就在台灣 在台灣旅遊都比出國還貴 就兩次比一次出國了 還是你要去學一下游泳 欸不是啊 我有救生員執照欸 什麼時候發現不敢坐飛機 我跟你講啦 就是呢 我有一次度蜜月 我跟我老婆度蜜月 其實那時候我已經很不想搭飛機了 可是為了度蜜月 我要只要懶攀 捏著 然後就出國了 好 啊我本來就在怕了 結果跟我同行的 同一團的 同一團的 有一個女生 喔我不誇張我模仿給你們聽 上飛機喔 遇到亂流喔 我他媽已經很緊張了喔 還在 啊啊啊好恐怖喔 啊啊救命啊 幹你娘我他媽已經嚇死了 又一個 又一個女生一直在那邊一直叫叫叫叫叫叫 幹你娘我他媽的整顆心都被叫叫叫7上8下的你知道嗎 這是有夠 didmine的有夠衰的你知道嗎 在那我同團就遇到一個 這樣子 我同團的那個女生 我一直記得那個女生 她一直給我叫 我已經很緊張了她還一直叫 然後從此之後我就更不敢出國啦 真的啊 我就嚇到了 真的嚇到了 然後那時候 我實在很佩服我老婆 我老婆就在那邊看那個 在飛機上看影片 receptor 喔然後 一直笑一直笑 他在笑我在那邊緊張得要死 真的 他坐我左邊我還記得 他坐靠窗戶那邊 我坐的是靠走廊這邊 然後我被嚇得要死 他在那邊看電影 看著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 一直拉我看他的電影 我已經嚇到很緊張了 他還一直笑 他也不知道我很緊張 一直笑不知道笑得很小 他在看他的影片 然後我在那邊聽那個女生一直叫 一直挨一直挨一直挨 啊好恐怖喔 啊要死了 啊啊啊啊 他害我 那一次出國回來之後 我就到現在都不敢出國 我杜蜜月到現在已經十年了 我被他嚇了一下十年不敢出國 人家是 十年 欸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草神 我他媽的被他一叫 也怕了十年